为协助受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的部分公时劳工及非典型劳动者 劳动部启动安心计时上工计划 由地方政府及中央部会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计时工作 并核定工作津贴 花莲县各局处、乡镇公所等公部门共释出1,005个职缺 与理就业中心设了室外服务专区 4月13号起受理登记 为了协助受到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的部分公时劳工 以及非典型劳动者 劳动部已经启动安心计时上工的计划 由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会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计时工作 并且核击工作津贴 花莲县各局处、乡镇公所等公部门释出计时工作职缺有1,005个 预理就业中心设置了室外的服务专区 4月13号开始受理登记 这些工作内容包括了行政协助、防疫工作、清洁等等 凡是符合向就业中心提出登记 当日前6个月内劳工保险或者是就业保险的保险年资满2个月以上 并且最近一次月投保薪资在23,800以下的申请资格 可以期待身份证明的文件向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来登记 经过审核合格上工民众实行158元 每个月上限工时80小时 工作期间最长6个月 记者高双双周西域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